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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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你下船後幾件繩索 像一個人站在馬桶 看完全不走 看你從橋上經過 始終逼著頭 心裡有話卻不說 鏡台中會怕滿石頭 我去等你太久 你的離開是我 不想要的自由 總是很渡不過 深海過那張輪廓 而你的承諾 卻在嘴上有 潛入漩漠 在我的身邊被撞走 你的離開是我 不想要的自由 站在寂寞火流 亂去的現實依舊 找不到出口 你要我放手 我的淚水 感情放肥的再漂流 你的手 我放手 然後 你也給你的 還沒到 你的禁止 能讓你靜點 你什麼 是他 真的是他 传家 靠爱 来 你认错人了先生 我跟明秋不认识你 你认识你 虽然人世沧桑 你看着就是有些改变 但是 没有什么好办事的 所以我猜了 至少没有办法 所以 就请你我这少年世的美好的 过去呢 就让他过去了 谁说你的妈妈 在我眼中的白象前 又也是美的 这位公公 是大爷啊 我再请问一下 这位姑娘常来这里吗 你说洪姑娘啊 和我们月姑 是老熟人了 只要有客人呢 都请她来唱曲 这样子吧 我明天晚上来这里吃饭 你帮我约队姑娘来这唱曲 今晚和明晚哪 这菜馆都被周会长给包了 你哪里不了啊 周会长 是啊 就是商会的周会长啊 他一个礼拜啊 要来我们菜馆三四趟呢 凡是他包的场子 别的客人 是一概拒绝啊 您要是约请洪姑娘 来唱这曲啊 只能是下个礼拜了 要不啊 你就只能够 站在这堂外听了 哎大爷 我去忙了啊 大爷子 一场女生 我去忙了 我去忙了 大夫 这骨头怎么老长不好啊 要是单纯的骨骼病就好了 你的先生刻伤腰是一个方面 积劳成积 损伤肾脏 才是内阴 哎 你光替他养骨头是没用的 我这里给你先开点消炎药 只能控制病情的蔓延 但要真正治好 你还是要买些补药来调养 比如说人参 人参 我们家哪吃得起人参啊 这病我们不治了 海哥 人参就人参 不就是钱吗 大夫 我送你 哎 好 嗯 嗯 你 你 海哥 海哥 海哥你干什么呀 我真是没用 我真是没用 我一个大男人 不会养家糊口 去连累了全家 我死了算了 你 海哥 你就算病再重 日子再艰难 就算是连船都烧了 我们不也活过来了 你活过来了吗 况且 家阳在一天天地长大 你就算是为了她 你都不能够亲眼放弃啊 娘 娘 我回来了 叫你在家好好待着 你怎么一会儿过府上哪儿玩去了 还弄得这么湿 娘 我和沙红一起钓虾去了 你可以拿到鱼行里去卖钱 给爹多抓一副药 给 贵 家阳真贵 爸爸有你 和你妈 比什么都幸福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六岁了 要上学好好读书 读书是为什么呢 你要挣大钱给爹治病 赠这种小钱的事 有娘就行了 知道吗 嗯 我会好好读书的 对 家阳说得对 你 不要打我 我打死你啊 打死你 你 小兔崽子 哭 你还好意思哭啊你啊 你跟人打架就算了 打不过人家还回来哭 啊 我把打死你我 爹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呸 我告诉你说啊 老子当年 当少爷跟班 落草曹帮最艰难的时候 老子也是一根硬邦邦的脊梁骨 你知道吗你啊 我也是猝不及防 再加上那小子个头大 冲净十足 他们两打一啊 两打一怎么啦 两打一怎么啦 啊 我告诉你啊 你记住了 你今后总是要一个人开船走江湖的 知道吗 啊 你记住 下回啊 就是有一百个人 你也得往人家脸上打一拳 你要有一当板的有气 知道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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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哎呀 爹 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但是我听人家说 臭大烟不好 伤身体 你就别抽了 哎呀 嘿 儿子 我知道你关心爹 啊 爹很高兴 但你记住 你别想教训老子啊 啊 等你以后有出息了 给老子买好的烟土 不受高 嘿 老子就冲死也乐意 娘 你做的菜就是好吃 有嘴滑舌的 你也别说 这孩子的机灵劲啊 就像你 看你做的菜 同样是鱼丸子 在你手里啊 就是千变万化 穿烧的时候 我就想一丝了之 把鱼的哪能没传呢 可多亏你 每天东家西家的 舍点鱼颤 又是做鱼丸 又是做虾丸的想办法 可就是 软再多的钱 你别担心 你妻子 一定会想办法 给你挣钱买人参的 来 多吃点 来 来了 辛苦辛苦辛苦 老板 今天的鱼丸很新鲜的 我还多淘了点香辛料 回头给您尝尝 适当换换口味啊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哎呀 不瞒你说呀 现在不是换口味的事啊 这军阀混战 南京 五十的变幻大王旗啊 生意是一落千丈 你前面送的那些鱼丸 还没卖完呢 没关系 那 我再去其他饭店试试吧 哎呀 那还不是大同小异 其实啊 你倒不如到秦淮和尚 问传娘们感不感兴趣 秦淮和尚一向繁荣 而且你们家彭海 以前不也经常送鱼给他们吗 那种对方 那看什么人去了 大家还不都是为了挣钱吗 赚钱的方式不同 你坚持你的原则 这年头谁会跟元大头过不去呀 徐老板 红姑娘 就这位徐老板点你唱个曲儿 是你 是你 哟 你们认识啊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方何必曾相识 那好 那你们聊 我去厨房安排菜 吴老板点你 要去厨房烹饭 有点把曲儿都会做 不得了 是你 你已经不想了 我听到我去厨房 你会自己想到我去 那我去厨房 那你去厨房 这不是我分类的事 红尘白浪 两茫茫 我好好的一个家 分崩了一些 我只身逃到上海 为了生存 我隐姓埋名 吃了不少苦 现在我在南京 占卫了脚跟 在南京没有红纹路 只有徐天路 在秦淮河没有白小千 只有一个红纹谦 对吗 你就不能陪我 坐一坐歇一歇 什么话都不用跟我说 只是坐坐 只是坐坐 请 见面 欢迎 订阅 你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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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个只会唱小球的开玩笑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不是 我要你做好 是希望我能够面对面地看着你 看我 我有什么好看的 其实不是看你 我是在看我们过去的时光 既然过去了 那就让他过去了 真的能过去吗 鸿门都能成为徐天罗 白小千 真的能成为鸿门嵌吗 真的能成为鸿门嵌吗 原来是这样 那你们怎么不早来呀 我们的鱼船烧了 没法打鱼 只好在左邻右舍的鱼里头奢一点 做成鱼丸 挑到南京卖给熟悉的饭庄 可这两天 饭庄的生意清淡 不得已 只好来麻烦你 哎呀 什么麻烦不麻烦呢 我先尝尝 确实好吃 谢谢姐姐 有什么建议 你今晚提啊 怎么说呢 做鱼丸呢 要看吃鱼丸人的喜好 比如说你做的这个鱼丸呢 江浙一带的人就会很喜欢 但是广东福建的人 吃起来就会觉得弹性不够 太过肃软 好 原来一个小小的鱼丸 也有这么多讲究 看来 我是高估我自己的 别这么说 假议时日 你肯定是最好的厨师 以后啊 你尝到我这来做客 咱们也可以聊聊 做菜的手艺 也许 你觉得这个地方 是封月长所 看不上眼 怎么会呢 以后我会常来的 我知道你的想法 不过 船鸟也是有各式各样的 至少我略顾作的 不比别人的人格低下 那你先忙 我走了 我走了 时间不早 请等一下 不乘机名义 谢谢客官 回忆过去 不只是你一个人 为了这个 你没有必要付钱给我 我 告辞 洪小姐 下月十五 是一个故人的忌日 如果你还记得这个人 就请在那天晚上 到网江楼里去 来 徐老板 您可千万别介意啊 洪姑娘 她就是这样的脾气 不过 像你这样 直接了当 邀请人家去家里 我还是第一次接 恐怕呀 到时候 您的失望会更多 不 她会来的 她一定会来的 因为她不姓洪 她姓白 她也是我所认识的 女人当中 难得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看来徐老板 对她很了解呀 她也会带来 太了解 会带来痛苦的 你看她 连那块烧焦的羽花石 都保存着 说明她无时无刻 都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 我一定要帮她抹去 这段痛苦的回忆 那徐老板 就送块新的羽花石嘛 我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 看来我好久没来这儿了 真是过意不缺 哎呦 我的徐大老板 只要您别在这船上 砸盘子摔碗 我就阿弥陀佛了 那是我过去太年轻了 现在结婚了 有女儿了 自然改变了 是 嗯 这个怎么样 这个没错 不行 谢谢 这个呢 像西游记 我要的是霸王别姬 不是盘丝洞 继续找 亲所谓酒香不怕相个身 可是吃饭 还是要讲进环境 这种桃甲骨董的地方 更是和市井无赖出谋 谈生意嘛 那 别说什么市井无赖了 瞧 你女婿 不也是乐死不疲吗 看样子还是常客呢 天路 真是难找啊 天路啊 天路啊 爹 你在这儿搞什么呢 我 我来这儿买块羽花石送人 人家说这里的羽花石种类比较多嘛 送人 客户 比较多指望 朋友 商界中的人 情趣一定要高雅 切记低俗 真正可供玩上的羽花马脑 怎么会混杂在如此低廉的地摊货中呢 又能接受这样的朋友 还值得在商界中交往啊 买东西可以找书卿嘛 毕竟是我们家门熏陶出来的 是 爹 您教训的是 下次我再出来 我肯定带书卿一起出来 徐老板 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 不愧是秦淮第一船娘 我实话跟你说吧 周会长是我的岳父 我一直想得到他的赏识 但是因为种种因素 我始终无法得到 我岳父大人的青睐 那你想怎么做 让我去说情 哪敢 我岳父他又不是个 耳软心活的人 再说自家的事 何必都这么大个圈 我来是想麻烦你 请你帮我了解一下 我岳父有什么癖好 不好偷其所好 徐老板 您可真是太有心计了 我不过是想讨好老人家 你看你说的 而且我知道你船娘 是秦淮第一大善人 你该不会吝啬指点吧 您可真能花言巧语 我怕了你了 你岳父啊 他爱吃江阴的河豚鱼 我这偶尔坐坐 其他人都不吃 只有他一个人吃 那想必你这的河豚 一定是美味超群 值得凭此一吃了 徐老板夸奖了 其实啊 要想把河豚做得好吃 是并不离 难就难在 把这些看似平常的菜 做成美味佳肴 就好像这鱼丸 你可以尝尝 好味道 确实是好味道 这道菜 倒让我想起我的家乡菜 徐老板 这鱼丸 可是江阴瑜伽嫂嫂做的 可您的口音一听就是这江阴 您可太能跟我客套了 那真是灵茶求好 老板 怎么心情突然一下子好起来了 有什么收获 是啊 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鱼丸了 我正好有事情找你去办 雨花蛇的事你帮我搞定 然后江阴你带去找河豚鱼 记住 要两条 我们把这个拿去卖了吗 阿威啊 这是奶奶送给你的 不行 我给你的也就这个之前了 阿威啊 这样 过两天 我去江里打几条好鱼 啊 我们连船都没有了 怎么打鱼 更何况是打好鱼 海哥 你给我的已经在我心里了 我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 你答应 明天 我们就去南京把这个卖了 下官 人工医生 在以后 人工医生 你不在治疗 我得到我 人抓药我才不会拿出去卖的 便宜你了小姐 你看看 你看看这橙色 皇宫里的宝贵 骗谁 我一天看八百回了 小姐 我告诉你 你不要这个东西 你会后悔的 你真的会后悔的 我才不后悔 你这是好东西 你去当铺 当铺 这做工嘛真不错 样子是老了点 橙色嘛 看得不清楚 这种东西收在手里 就怕卖不出去啊 掌柜的 您先留着吧 到开于旺季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来熟的 都这么说 您再看看吧 你这东西自己做的 不是 是一个朋友送的 我最近收了一件东西 单独摆放吧 有点单薄 不如这样 你把它让给我 我把这镯子 一并给你收了 按照当前世上最好的价格 你看怎么样 二位 我知道 这是你最好的朋友送的 我们不卖了 再走下看看 看吧看吧 上哪儿找这么便宜的买卖 我 买 我买 嗯 这东西归我 银子归你 咱们就两清了啊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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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呸 这是 这是 这是我上上手来的东西 这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 谁给我的 你给我看看 你疯了你 这么好的东西 你都想要你 这是我的 快给我看看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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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了这是我的 给我走关了我 你给我看看 你走不走 求我看看 求求你了 哈哥 不想我 这什么地方 是你们说到就到的地方吗 快走 赶快走 我不是无力去闹 不是见谦眼看 那真的是我的东西 想到您 为了把爹的尸体落脏 没办法 不得已在上海 当了他急用 只是我没有想到 在南京发现了他 一方面是感触在心 还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好像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似的 阿威 我知道我知道 你别着急 海哥 阿威啊 今天走多了 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阿威啊 你看看 有什么地方 好 去帮我弄碗热茶来 去看看 好 那你坐着啊 坐着 你还来干什么 掌柜的 我老婆跟了我那么多年 第一次 有他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好啊 可以啊 拿钱来 五百块现大样 珠宝店里面有 小摊上全是破烂货 哪有上品的羽花石啊 好 前面有家当铺 当铺多晦气的地方 爷 你有所不知啊 现在这世道 很多大户人家都败了 许多玩收藏的顽固子弟 都成了当铺里的常客 有些当铺里还真有好多货色呢 要么没有羽花石 要有都是上品 至于晦气不晦气 又不是留在爷手里 也是啊 那去看看吧 哎 赶紧买几块交差 还要去买鱼 我们把南京一带的鱼村都跑遍了 老板说了 只要僵硬的河豚啊 别的地方的河豚 他全都不要 这季节哪里还有河豚呢 就算有钱都买不到啊 你给我走 掌柜的 掌柜的 这原来是我老婆的 你替我把他给卖了 滚 你个臭打鱼的 把自己卖了 你值吗 回你江鹰老家打鱼去 你去看江里头能捞出个宝贝来 你是江鹰打鱼的吗 等我一会儿 哎 打鱼蛋 有没办法帮我打两条 一模一样的河豚鱼啊 河豚的捕劳季节早就过了 想打河豚 去江西 激风大浪 那是大海捞针 更别说 两条一模一样的呢 也许十天半个月 都打不上一条 那这样吧 打鱼蛋 我让掌柜的 留下那块鱼 你能帮我打两条 一模一样的河豚 这买鱼的钱 我给你 此话当真 当真 好 老板 这些破石头 真花了兄弟不少时间呢 你们挑的什么玩意儿 啊 猪八戒 豆尔敦 哪个跟青衣有关啊 难怪我岳父他总看不起我 因为我敬养你们这些俗人 只挑最贵的买 整个南京 没多少店卖鱼花式的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别找了别找了 我问你 一个男人如果在短期之内 无法赢得女人的心 更好的办法是什么 如果不行 来 来硬的喽 得没有 尔敦 和他 那是什么 小玩意儿 海哥到底去什么地方了 怎么这时候还不见人影呢 风越来越大了 沙嫂 沙嫂 快点我们家海哥了吗 老鹏啊 他和老沙去打鱼了呀 他身体那么差 怎么能打鱼呢 是啊 老山也冲了他半天了 可他宁的性子啊 一定要去 说什么要打什么河豚 这哪是打河豚的季节呀 哎呀 所以他们去江星了呀 这回都起风了 江上浪多大呀 江星很危险 是啊 我去看看 哎哎哎 等等我 我跟你快去 快点 回来了 有没有看见沙哥风海啊 有没有看见沙哥啊 有没有看见沙哥啊 有没有看到啊 有没有看到啊 有没有看到海哥 有没有看到 没有啊 有没有看到海哥呀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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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见我家沙海 有没有看到我家海哥啊 他快回来 好像没有打到什么鱼啊 没关系 小心打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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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害怕 这是玩命啊 好了 您杀嫂 你别管杀哥了 他们是海哥困住的 一定有他的道理 王总 天怪下雨了 我们还是先进屋里躲躲雨吧 昆海虽然身体不好 但是他经验崩溢 希望他没事吧 行 我们先走了 来 走 我们先走了啊 好 你放心 他维持的啊 你是不是已经死了 你胡说什么 快说不再网上说识遍 快 不 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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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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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六年来 我第一次 觉得自己做了一回男子汗 你的鱼 好了 好了 好 好 你的小鱼行真难找 还算找着了 要是在我们村里 就更难找了 一路没找到这个鱼行的牌子 我还以为你骗我呢 老爷 我怎么会骗你呢 再说 那你说 这东西送给你老婆的 你老婆怎么没一起来 他 给我装药去了 哎呀 你老婆多好啊 怪不得你那么疼她 玩命捞合图 请把东西给我 对了 我把他忘在南京了 这样子吧 你再帮我打几条刀鱼啊 石鱼什么的 我下次顺便带给你 好吗 那就要说定了 好 我先走 那走 哎 老爷 下次 下次什么时候啊 不行 你要走 把鱼留下 哎 你干嘛 把鱼留下 把鱼留下 走 走 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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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太帅了 娘 那是我们家的鱼灯啊 走 快 爹 快 海哥 你这是怎么了 海哥 你怎么了 你怎么样 海莲 海哥 你怎么了 海哥 海哥 岳姑怎么说 他当然惊奇 说这个季节 他能打到这么好的河豚 今天晚上 周会长有口福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接受他的财产是件复材 而又烦心的事 你准备好了吗 你肯定白小姐一定会来吧 她一定会来 就这么肯定 你先去忙吧 我等你得收的好消息 好 月姑啊 周会长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吗 今天有您最爱吃的河豚 是我亲手给您做的 难得难得 这个季节还能吃上河豚鱼 是 月姑啊 今天陪我共享美食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 再说了 我也不爱吃 不就是鱼吗 您喝点茶啊 好 稍等啊 六公公 那去蒸吧 好 好 可不可以 谢谢 我来 好 我来 谢谢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我们一起敬带个一杯 王高 今天是你的忌日 我敬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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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带你